郭文貴先生 各位來賓 大家晚上好 各位 我就是蔡智妍 好客氣 我不是姓陳 如果姓陳的話 我就是陳智妍 我这样多多的主戏,不同人不同命了。 那么今天,首先,我要感谢INM给我这个机会来这里和大家分享。 我今天感到十分的荣幸,能够参与你们的活动。 谢谢你们。 那么今天呢,是要跟你们分享我的认真。 我的认真,是什么一回事呢? 其实我的认真,可以翻这两个段落。 车祸前的我和车后的我。 这场车祸,发生在九年前。 当时,我是一位很自私、骄傲、喷逆、肤浅和不负责任的一位小家伙。 不过,我很幸运。 我有一位非常爱我,非常耐心的妈妈,和一群不离不离的好朋友。 而就会这样子。 当没有事的时候,就找朋友出来和家聊天。 有事的时候,就找妈妈出来解决。 什么事都不用理。 我上半辈子,就是那么的笑而自在地,这样子度过。 一直到我中学毕业后,一开始了,我人生第一个重大的分担点。 我必须要选择,我要继续读书呢? 还是,我要出来这个社会做工赚钱。 当时,我的妈妈一直劝我,一定要把书都要读出来。 可是那个时候,我对课本没有兴趣。 我只希望,找出来这个社会做工赚钱。 赚多少钱。 结果啊,我什么都没有赚到。 我只知道,坐在战路里上。 我的世界的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我之前做过很多行业。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为服务人员和调酒师。 我做了几个月过后,我去做营料销售员。 一直到我,19岁的时候,我加入了马航,做空中少爷。 而当时,因为要赚更多的钱,我也做模特。 当时,我是一位血气泛钢,充满患者的为年轻人。 什么事都要赢。 难听一句就是,驾输啦。 但是我的梦想是什么,你知道吗? 我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和百万富翁。 所以我就认为,我马航的工作,根本不能达到我的理想。 我就回到马路加找新的开始,新的机会。 当我回到马路加的时候,我也一样。 我什么行业,我都去吃。 比如说,自销,FME Club的Manager,买卖车。 我目的目的,需要认识如何做买卖。 然后,要了解这个市场。 一直到我20岁的时候,通过我在市场上的经验和了解, 我写了一本商业计划书,关于回归计划。 回归计划,就好像某个bonus link,跟某个dasco card这一类的。 我这本计划,需要到五百万的资本。 当时,我何来那五百万呢? 所以,我只能够坐在那里发,摆热梦。 不过,我很幸运。 我一向的朋友,我就告诉他我的问题, 也体现我的计划书给他看。 当他真正地了解我的计划书以后, 他很开心地告诉我, 他很开心地告诉我, 你这个计划行呢? 我能够在我们的公司进行。 因为在目前,我们的公司都还没有回归计划。 我能够在我的股东商议下。 你等我的好消息吧。 在那个时候,我爽啊。 我说,终于啊。 我发达了。 我出了百万了。 过了几天, 这位朋友,就邀个电话给我。 这位朋友啊。 要我出来真的谈这个合作的细节。 在交谈后, 我成功了第一步。 呼! 那个时候, 我是开心到不得了。 我就马上, 在我的十当啊, 来跟我一起庆祝。 我这些朋友啊, 都是酒鬼的。 但是, 半天晚上, 我们喝了很多酒。 我开开心地出来庆祝。 我也开开心地回到医院。 我得认真, 就这样回了。 当天就是, 2005年, 10月6号。 我在基隆本连巴大道, 发生一场很严重的车祸。 当天也是, 我犯了这一生最大的错误。 那就是酒后驾驶。 那就是酒后驾驶。 我真的真的后悔, 很后悔。 可是一切, 已经太迟了。 一切, 已经成为定局了。 过后, 我被送去马大医院居住诊。 他们发现到, 我伤得很严重。 我进去断。 肋骨断。 羊肢脚断。 我的胖胖也严重收准。 血流不停。 我也经过鬼门过两次。 我的心脏停顿了两次。 第一次十分钟。 第二次三分钟。 而这个心脏停顿, 导致我的大脑窃养而损伤。 他们想到, 我表达的能力。 守着的功能。 而我短期十一了。 除此以外, 这场车祸, 也把我三分之二的身体收掉了。 我是从一下到脚趾, 都瘫痪了。 也没有感觉。 各位。 各位。 你们能够想象吗? 一个, 曾经有多多台的人生。 事业也刚刚起步。 一眨眼, 什么都完了。 完全是你们。 你们会怎样? 你们会怎样? 你知道吗? 当医生告诉我。 我是从胸部以下, 都瘫痪的那一刻。 我的心啊, 就像被他打到砍了这样。 因为我就是不能够接受这种残酷的事。 我残了。 我一直在想。 我活下来, 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活下来, 还能够做什么呢? 我这一层完了。 我完蛋了。 当时, 我就想死。 死掉就算了。 我真的不想活了。 那个死的念头啊, 一直在我的脑海里, 飘来一飘去, 飘来一飘去, 我曾经也自杀了好几次。 我很幸运, 我有两位很爱我的人。 她就是我的妈妈, 和我这位刚哥哥阿梦。 我的妈妈, 让我找到新生命, 也教会了我, 什么叫做爱。 也告诉了我, 也告诉了我, 活下来的理由, 为爱我的人而活。 让爱我的人, 因为我而微笑, 因为我而骄傲。 也就是我的刚哥哥阿梦。 他教会了我, 要如何面对我的挑战。 也就是他骂醒我, 叫醒我, 他说, 之前, 你应该勇敢的活下来。 勇敢的正面丁, 你所做的错误, 然后把它承担下来。 这事实上, 没有任何东西, 能够主要一个人抢前走。 除非, 他自己显得放弃。 从哪儿跌倒, 就从哪儿爬起来吧, 你一定可以的。 然后他说, 志颜, 以前那个嫌弃方刚的精神, 跑到哪里去了? 振作起来, 你一定可以的。 他说, 如果我更感动的话, 更感动的话就是, 他说, 志颜, 你不会走, 不要紧, 我把我这两头都借给你。 不管你要去哪里, 我都陪你走到每一个角落。 就知道他的那种方法, 照亮我的心, 也给了我勇气, 面对我自己, 面对这个世界。 所以, 如果没有当生的他们, 没有今天的我, 好, 请你们给他们一个最重要的掌声吧。 如果下一次, 如果还有下一次, 如果还有下一次, 我都还要做你的儿子。 如果还有下一次, 我都还要做你的弟弟。 谢谢。 谢谢。 在我还没有继续我的故事之前, 请让我在这里, 和各位分享一个小小的故事。 一个关于保险的小小小的故事。 保险重要吗? 保险重要吗? 我。 我。 持我钱。 保险对我来说, 可有可无。 当时我认为保险是骗人的。 到时才有钱拿的。 而就是因为我没有保险。 我带给我的家人多大的伤害, 你连掉他们的门, 跟我一起受苦。 我的妈妈, 必须要去做工来养我。 我的医药费, 和我的成后费, 都要拿付。 各位, 你们知道吗? 我的景象, 有两片铁片, 和十二粒螺丝。 当然这些铁片, 你猜几多钱? 你猜几多钱? 各位大哥, 你猜几多钱? 你猜几多钱? 你猜几多? 五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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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买给我啦? 五万块啊? 当然我的铁就要五万块。 除此以外, 我们这些残缺人士, 我们不能够自己拍一遍。 不能够自然地拍一遍。 而每当我小铁的时候, 我都必须要插一只管子, 进我的器官来抽尿。 而每四个小时, 都要抽一次。 如果喝多水的话, 一两个小时都要抽一次了。 那么一天, 如果喝多水, 就用了十多条。 一条, 要大毛钱。 你有大便, 大姐, 都必须要用药原, 来入化。 那个方便。 那么当时, 我一个梦想, 我重新站起来。 所以, 当时, 有什么治疗, 针灸啊, 气功啊, 我都去。 而这些救疗费都很贵。 我的妈妈, 为了支持我, 她把她所有的财产和家装都给卖了。 为了要支持我, 让我站起来。 同时, 我会练练我的弟弟, 我的弟弟, 本来我都去外国留学了。 而就是因为我的超过, 我妈妈必须要把她的学费, 让给我做治疗。 每当我想起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都感觉很惭愧, 很内疚, 很羞食。 但是, 如果当时我偷保的话, 这些悲剧, 就不会发生了。 当时, 我记得了保险。 今天, 保险记得了我, 我永远都买不到保险了。 永远都买不到保险了。 当时, 所以, 今天, 如果有人再问你回我, 保险重要吗? 保险重要吗? 我会告诉他, 保险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 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有保险。 甚至, 一个才刚刚出生的婴儿, 都必须要有保险。 买保险, 是一个责任。 对自己负责, 就是对大家负责。 买保险, 买一个保险, 买一个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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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 当保险, 保险人来找我的时候, 我都站到多眼, 我都站到多眼, 我都站到多眼。 我都站到多眼。 可是今天, 我看到这里, 降到多眼。 我都感到, 十分的荣幸。 因为, 你们的工作, 是神善的工作。 你们在卖这东西, 是能够救人的, 能够救命的。 你们全部都是贵人, 你们全部都是天使人。 。 再给这几个, 最热烈的掌声了吧。 然后把右手提起来, 右手提起来, 抓紧牵头, 给我念。 Oh, Yes! Oh, Yes! 再来一次。 Oh, Yes! 这叫什么? 这叫, 欺人。 当时的我, 如何能够走到今天的我? 我, 我只有个性子, 那就是坚持。 当时, 我连吃顿饭, 都无法吃好来。 因为, 我失去了我所得的功能。 我无法抓好任何东西。 当我把饭放在我口的时候, 都有困难。 我吃了满地肉食。 所以这样子, 我是像一个三岁的小孩子, 必须要重新学习每样东西。 比如说, 写字。 我必须要重, 画圆签, 画直线, 我才能够写A, B,C。 而当时, 因为我心脏停顿第二次, 第一个心脏停顿, 导致我的大脑抢。 而影响到我表达的能力。 当时, 没有任何人听得懂我讲什么。 我尿过妈妈讲一声, 妈妈, 谢谢你, 我爱你, 都讲不到。 我只会, 呜, 呜, 呜。 所以, 我必须要重新学习如何讲话。 我每一天, 都必须要对着镜子, 大山的读报纸, 读书, 每一天都要练, 练的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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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练不练, 我的口子又来了。 这是我必须要面对的后悔症, 死到今天。 经过, 这段路程的以后, 我已深深地了解, 身为一位残缺人士的痛苦和困难。 所以, 名利, 对我来说, 已经是不重要了。 我只想要, 把我剩下来的时间, 回会给这个社会。 我只想要用我的故事, 去鼓励, 其他和我一样的人, 也教育这些青少年, 不要犯我所犯的错误, 我是他们那面禁止。 所以, 我很努力地, 学习, 顺利我自己, 成为一位激励讲师。 通过我的努力, 我终于, 有这个机会, 坐在这里, 和你们分享我的故事了, 我抓到了。 。 通过社会的肯定的以后, 我也得到了, 这些奖项。 十大建筑金年奖, FNN个人特就奖。 British Under 48的社会副部奖, 和去年我得到光明勇士奖。 这就是我的人生了。 注意说, 没有激烈的风浪, 打破出美丽的兰花。 人生, 如果没有大了七起落落, 写不出美丽的故事。 各位, 其实, 我是一位音效生。 我从小到大, 都是受英文教育的。 我的华语, 是最近这几年才学的。 所以, 各位, 其实, 你们如果有梦想的话, 我感谢主义。 我会自己努力, 我会爱你的努力, 我会更美好的明天努力。 在我的人生, 还没有走到几点的时候, 我另外一个梦想, 又出现了。 那就是前进康复中心。 前进康复中心, 是一间NGO, 非力组织。 我会成立这个中心呢, 是因为, 当我出院, 回到马六甲的时候, 我没有一个地方, 能够让我继续做我的物理治疗。 因为内马六甲的中央医院, 都没有这个十倍。 只有这些, 私人医院有。 可是, 我负担不起。 我没有保险吗? 你知道吗? 马六甲有证, 十四千个, 参见人士, 五千多个, 是将我这样行动不便的。 我是很幸运, 我有爱我的家人, 和不离不弃的好朋友, 他们设计了一些仪器, 给我在家里用。 能够让我继续做我的物理治疗。 所以, 我在这里, 就是在这里, 找到这个人的爱。 我希望更多人, 能够分享我的这些机器。 我希望更多人, 能够得到我所多大的爱。 我有这个爱。 但是, 我又没有钱。 我又没有钱。 所以, 我很努力的, 写信给报馆, 找贵人。 我上了很多很多次报纸。 我上了很多很多次的采访, 电视机。 可是, 那反应都不好。 但是, 我还没有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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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处去, 分享, 透过我的分享, 跟人家讲, 我的这个热爱。 终于有个大陆。 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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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陆的老板。 进来这厅建筑给我们用, 五年。 好一天, 发展上, RT development, 把我们的中心装出来, 一粒免费。 还有Bazzaya集团, 建了这些仪器给我们。 那么这些中心呢, 是能够让这些, 参切人士, 来我们这里, 做运动, 交流, 互相了解, 和物理治疗。 就像这位老王哥一样。 他已经七十岁了, 他是一个, 他是, 他来自, 他来自, 他来自俘庸。 他已经瘫痪了一年, 过后他的女婿就带来我们的中心。 我们就设计一些渔戏, 和设计一些运动的配套, 给他去做运动。 祝您他, 短短三个月, 他能够拿, 四只脚的爪杖, 站起来走路了。 这个目标, 我希望, 我希望, 更多人, 能够像这个uncle这样子, 从我的中心, 站起来, 再踏入这个社会。 因为, 这个目标, 一直都是我在奋斗。 这个目标, 一直都是我在奋斗的目标, 也是我无力的方向。 从今年开始, 我们有, 欢迎, 正常人, 来我们的中心这里, 一起做运动。 那么, 正常人, 就能够, 跟他借人, 交流, 互相了解。 因为, 我发现到呢, 这个社会, 已经生病了。 这个爱的价值观, 已经不在了。 我们看了新闻八道, 到处都是, 负面的, 特别强奸, 都没打抢。 所以, 我希望, 透过这个, 这个方式, 我们能够, 帮这个社会, 找回这个爱的价值观。 我们有去做交访, 这个服务呢, 是给这些, 来不到我们的中心的, 团缺人士。 在那里, 我们教他, 我们所在中心教的东西。 我们也去, 宴探访。 在那里, 我们去鼓励这些残缺人士, 告诉他们, 我们不是社会的负担。 我们也是, 我们也可以是, 社会的栋梁。 那么, 前进高峰中心呢, 这些建筑已经记录了第三年。 而, 这个屋主呢, 已经换management了。 那我那个, 那个地方, 发展得很快。 物价, 也涨得很高了。 他们分身中, 对保温的中心收回。 所以, 所以, 我现在, 我们现在, 很努力了, 到处去抽款。 来买一个新的建筑。 能够让我们再继续, 我们的中心。 所以, 我希望, 各界人士, 山东, 能够看待我们的存在。 支持我们。 你们支持, 就是我们参加的这个希望。 我会用, 我会用, 我生下来了, 每一种, 每一秒, 使得我最后一口气, 来贡献给这个社会。 各位, 请你们支持我。 谢谢。 。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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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志愿, 我非常感谢老天, 我觉得说, 看见一个浴火重生, 看见一个带着梦想出发的志愿。 各位亲爱的伙伴, 如果, 我们可以, 也伸出一只手, 来, 帮助他, 圆他的这个梦, 该是多么美好的事呀。 这个活动呢, 会在场, 这个今晚的活动结束之后, 在场外呢, 我们有准备一个柜台。 如果可以的话, 请您, 献上你的爱心。 让志愿可以一起圆梦。 啊, 其实这个环节呢, 因为刚刚志愿的分享当中, 他有提到他的哥哥, 和他的母亲, 他的义兄, 义兄和他的母亲。 所以其实这个时间, 想要请他的义兄, 和他的母亲上台。 掌声有请。 我先站在义兄那边去, 因为我真的有一些问题, 想要问一下义兄。 我其实真的很好奇, 因为我听志愿的分享, 因为今天晚上的这个环节, 我拜访了志愿两次。 两次的拜访他, 他的义兄, 他的母亲, 都在场。 每一次他的义兄, 都能够侃侃而谈。 他是从他侃侃而谈, 他们的谈话当中, 他们两个人互动非常有趣。 他有时候会直接讲很多话, 都直接就, 就这样讲过去了。 但是, 你可以从那谈话当中, 感受到, 这一位义兄, 他对志愿, 满满的爱。 所以, 我想请问, 大哥, 想请问您, 因为你跟志愿他非亲非故, 他不是你的亲弟弟。 为什么在他人生, 在最低潮的时候, 他人生, 在低谷的时候, 你愿意, 在他的身边, 陪伴他, 鼓励他。 为什么? 其实, 在他七岁的时候呢, 我已经认识他了。 那么我们经常呢, 都在一起玩耍。 那么呢, 他在我女人里面呢, 他永远都是呢, 那一个, 很坏的小孩子。 跳皮, 不听话。 那么呢, 慢慢的, 到他长大了以后, 我觉得, 应该事业有成了。 都是那么, 世大高傲。 因为, 他够帅。 那个是我车不销的。 那个是我车不销的。 等一下, 你有你的帅吗? 哦, 我像蟋蟀而已。 哦, 那么呢, 在他的里程, 他都是那么自大高傲。 都是想呢, 要高高在上。 但是, 他, 他, 他人生了。 最痛苦, 最悲惨的。 那一次的吃货以后。 我发觉到他, 整个人消沉了。 放弃自己。 心脏停顿了两次。 老天爷都不要他, 他还是要去。 我真的是不明白。 每天呢, 都是以泪洗脸。 告诉我说, 他没用的, 他不能的。 那我问他, 你这个小伙子啊, 你的那些呢, 高傲跑去哪里了? 你妈妈每天都哭, 希望你活下来。 你就每天哭, 希望你快点死。 我实在不明白。 我告诉他, 瘫痪了无所谓, 老天爷都不要收你。 那么他要你留在这个世上, 也许有些, 某些任务, 要你去做。 瘫痪了就瘫痪了, 就会面对。 这是人生。 没有一样, 可以阻止人生向前。 只有你自己。 我说呢, 还有好多人啊, 比你还要惨, 还要不幸的。 你还有一个伟大的妈妈, 爱着你, 默默地支持着你。 那呢, 你应该是很勇敢的, 出来面对所有的人, 告诉他, 我错了。 你们不应该谢谢我这样子, 你们应该要做得比我更好。 把所有呢, 残缺的人, 都带出来。 让他们能够自力更深。 让他们能够像你这样, 能够呢, 再带出来这个社会, 为社会做一些, 有意义的东西。 不要呢, 老是躲在家里面, 生虫啊。 我希望他的人生, 能够这样子继续下去。 能够这样子呢, 走下去。 我相信, 这个社会, 将会有很多的温暖和爱。 谢谢。 郑大哥, 又要请问您, 你跟志远, 这么小就认识他, 从他这么小, 你就认识他至今。 请问你觉得说, 从他, 不要说他以前啊, 他少年得志的时候, 那事情我们都不要说了。 我们说后期的他, 现在有梦想的他。 你从他身上, 你觉得说, 他有哪一个点, 或是两个, 他的那个点, 是我们现场, 我们所有人, 应该要向他学习的。 他有哪一些, 非常好的地方, 是我们应该向他学习的。 如果说现在呢, 到今天为止, 我最看好的, 就是他两例。 是用力的例哦, 你们要听清楚。 第一, 他的意志力。 第二, 他的耐力。 第二, 所以, 他的人生, 才能够坚持, 走到今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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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我接下来要问呢, 我要问的是妈妈。 我问妈妈的问题很简单。 阿姨, 阿姨, 你是自圆的母亲, 你身为母亲, 你对您的孩子自圆, 未来有什么样的期待。 我老实说, 我不敢对他有什么期待。 我只是希望他能够好好的生活, 好好的应用他的生命, 去做有意思和有意义的事。 他能够自力更深。 他有一个缠而不切的人生。 还有就是我希望, 会有更多像他这样的人, 有这样的正能量, 踏入这个社会, 勇敢地去做他们所想做, 所要做的事。 真的。 在自圆的生命, 两次被划上, 几点的时候, 到他再活下来。 他所面对的打击, 所承受的折磨, 在经过一个漫长的痛苦的附件, 到他在从长欢笑和自信的, 点点滴滴到今天, 我这个做妈妈的, 我只能够觉得安慰和满足了。 那么,我也感激感恩上天, 把他留下来。 留给我这份礼物。 让我再重新, 有这个十二复得的机会。 跟他一起, 读过, 体验, 经历, 而改变了我的人生。 而, 这个过程也磨合了我们母子的关系。 让我们有共鸣, 也有共识。 所以, 我要讲的就是, 他的不幸, 其实是我的一份幸福。 他丰富了我的人生。 真的, 他丰富了我的人生。 志远, 这样久以来, 我从来没有赞美过你。 今天, 就让妈妈告诉你, 我为你骄傲。 我真的为坐在轮椅上的他而骄傲。 那么, 今天晚上, 他真的是让我微笑了。 我答应你, 我会更加努力。 还有就是, 我这一生, 我很感恩。 我有一个跟我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 那么, 他陪我渡过了所有的难关, 直到今天。 那么, 谢谢你。 各位亲爱的伙伴, 我们刚刚见证了, 简简单单的爱。 这就是母亲, 她对儿子的爱。 这就是母亲, 她对儿子的期待。 这就是母亲, 感觉到最幸福的时刻。 各位亲爱的伙伴, 我们的父母, 她要的不多耶。 我们的父母, 她要的其实真的很简单。 她可能真的只希望, 我们可以常常回家跟她吃饭。 她可能真的希望, 我们真的可以常常打电话给她。 我们的父母, 她可能真的希望说, 我们平平安安。 她希望我们在事业上, 在人生的路途当中, 顺利圆满。 各位亲爱的伙伴, 这一份简单的爱, 我们一定要永远的铭记于心啊。 。 接下来这时间, 都要有请大会顾问, 大会主席, 上台赠送纪念品, 和蔡志远。 谢谢志远今天, 为我们无私的分享。 谢谢安迪, 谢谢大哥, 谢谢, 谢谢。 我的荣幸。 我们唱歌, 我们唱歌, 谢谢。 谢谢。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